第二种手段就是描红 也就是防影 就是写大字 练习写毛笔字 再进一步就是自己要去临摹背帖 临摹背帖 那么经过数年的学习 最终应该能写的一首管阁题 这是明代沈杜的一幅作品 是非常典型的管阁题 结构非常紧严 从头读的看到尾 大家可以注意到无一处败笔 所以这个人评价是 杰字端正严谨 比比公质稳健 体态诸元玉瑞 这是管阁题的典型特征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写出这样一幅标准的管阁体来呢 能够这个法度真的相当的紧严 我们看到在这个文献里面有技术 过去的学童 每天一般的是大凯一张 小凯四张 这是每天需要完成的功课 第三个方面的教学内容 或者教学手段 是进行作为文字小学基础的对对子的训练 这是从小学就需要训练的内容 这个对对子是从二言三言逐渐的增字 增到四言五言 一直到七言 那么具体的对对子的过程就是 老师出上连 比方出一个单字 然后由学生对下连 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老师出一个天 你需要对一个地 老师出一个风 你需要对一个雨 接下来又训练 老师出一个花红 你要对一个柳绿 那么为了做这样的训练 学童也需要背诵很多东西 比方说这个立翁队运 这就是古代很著名的一个同盟读物 这样的这个同盟读物的内容是什么呢 首先是按照平水运的106运 学生需要记住 来分这个数字 比方说这个天对地 雨对风 风是运角字 风就属于一东运 大陆对大陆对长空 空也是运角字 也是一东运 山花对海树 赤对苍穹 雷引雾蒙蒙 日下对天钟 好我们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苍穹的穹 蒙蒙的蒙 天钟的钟 都是东运的字 可以互相押韵 那么这样的叫同盟读物 实际上是一个多层次 多角度教学的读物 包括 首先是运 哪些字可以互相押韵 学生要记住 是不是 有的同学说 哪些字可以互相押韵 我自己的语感就知道 是这样吗 不是 因为语音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但是呢 如果要写参加科举考试的格律师 那就 一定要 按照这个 唐宋时期 形成的那个 运谱去押韵 虽然在自己的口语当中 这些有很多字 这个已经不能押韵了 有很多字 原来不能押韵 现在能押韵了 但是你不能依据自己的口语 去写格律师 你根据自己的口语 写格律师 可以 但是呢 不叫格律师 那叫打游诗 所以打游诗和格律师 那是 古人是严格区分的 当然如果写打游诗 你参加科举考试 那一定是 毫无疑问的落地 所以通过这样的内容 这个训练 我们看到 学生还必须 对每个字的意义 有非常确切的把握 这样才能够知道 为什么天对地 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语意小类 都是属于自然类的 或者是属于天象类的等等 要对这个每个字的意义 有非常准确的把握 同时实际上这个训练过程当中 学生也就对每个字的评测 有了很直观的这样的认识 所以这样的训练 在我们今天看起来的话 对学生来讲 是文字上的极扎实的训练功夫 是很真实的功夫 学生受过这样的训练以后 对于文字本身 对于文字的组合 对于由文字组合 而这个成句成篇 就都有了很好的一个基础 我们也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这一点 大家看发的材料里面 我们引用了 这个鲁迅先生在 《集外集十一怀旧》 这一篇里面 对旧的旧时 这个司书先生啊 教学童对对子的 经过的这样一个描写 比备那晚粮食 普通人到傍晚的时候 天气闷热 都纷纷坐到街上去乘凉 这个时候呢 图先生就正在教我主对 主对就是对对子 主是连主的意思 连主就是 把这个单字组合在一起 形成对子 这个具体的过程呢 这个图先生啊 就在笔上拿毛笔 提了两个字 红花 与对约 青铜 图先生就挥手说 平泽服条 下去吧 就是你对的不对 哎呀 这孩子根本就不懂得 平泽是什么 什么东西 可是呢 老师也不告诉他 所以就只好 先退下去了 过了好长时间呢 图先生 有了点兴致 就说你过来 那么我就胆战心惊地走到 图先生身边 图先生就写了 绿草两个字 然后说 红瓶声 花瓶声 绿入声 草赏声 去吧 就这么简单 绝对不是 把这个要告诉学生的内容 这个掰得细细的 揉得碎碎的 然后去给 拿给学生看 主要的内容 学生需要自己去体会 哦 这个 红花两个字 是平生的组合 而 绿草 入声和赏声 是 色声的组合 色就是不平 所以跟平生字 相对的话 必须是不平的字 赏声 去声 入声 都是不平的 因此 这个 当这个 鲁迅先生 对青铜的时候 他不明白 青铜也是平 两个平生字 对两个平生字 这就是 平字 不条 平字 浮条 而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 呃 实在学生已经能够 辨识 自意 并且 并且理解了 什么这个 红 青 花 铜 这些词的词性 他知道 这个 老师出红花 我不能 对一个 这个 动词 对不对 不能对动词 我必须对一个名词 他知道对青铜 但是呢 这个 对青铜 还不对 因为 违反了 评字的 要求 也就是说 他对评字 这种东西 还 不理解 呃 这个 先生的教育方法 这个突先生的教育方法 我们可以说是 这个 启发式的 就是主要靠学生自己慢慢的去体会 当然这个过程 比较漫长 呃 可是呢 一旦这个学生体会了 为什么青铜不可以 而绿草就可以 那么他永远不会忘记 这通过日记 月来 学生也就可以 这个打好辨别字音 词性 呃 字译 结构 等语言要素的基础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 对这个 呃 评字条 也就 有了根基 也有了很好的根基 好 这是我们比较 呃 简单的 回顾了中国传统的古文教学的 这个方式 那么 那么通过呃 五六年的 积累 到十一二岁的时候 学生的十字教育 应该说有了很好的根基 同时肚子里面已经背诵了相当数量的作品 在这种情况下 学老师开讲 开始讲解这个 点击里面的这个含义 那么在开讲的讲述同时 同时要教学生写八古文 就是刚才在如临外食里面 所讲到的什么破题 呃 启程转合等等 这些 合适方面的要求 呃 就明清两代而言 这个私塾教育 古文教育当中 这个讲书或者开讲的主要内容 都是讲四书里面的一句话 怎么去隐身发挥 怎么去隐身发挥 而且特别要讲 咱们从这句话 呃 浮衍成一篇像模像样的八古文 所以在大家写的这个 自己对学习古代汉语的理解的 这个这个作业里面 呃 有几位同学 都讲到自己是应试教育的产物 呃 的确这个应试教育是 呃 非常罪恶的 但是我们且不要以为这个应试教育 呃 只是你们这一代人 是如此 明清两代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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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考试那种应试教育 也同样的 是非常罪恶的 所以 这个这个 这个 关于这个八古文教育的呃 问题 我想大家在中学 读这个如临外史的时候 都一定都有很深的体会了 呃 那么这就说古人其实读四书五经在很大程度上 并非是 逐字逐句的去 理解古文 理解原点 因此 虽然古文 古人是 韩永其中 一辈子跟古书打交道 跟古文打交道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人的古代汉语水平就都普遍的非常高 啊 古人有确实是古汉语这个 呃 方面 很了不起的学者 那些做专门研究的学者 啊 比方说大家都熟知的 清代的前家学派 那些学者 王念孙 段以财 戴震 呃 朱俊生 等等等等 都相当了不起 但是呢 啊 古代的学者 他们写的关于古代汉语的很多文章里面 这个错误也是大量存在的 这跟当时的这个教育背景就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想我们回过头来看 现在人一般都认为古代的古这个古文教育 是以背诵为主 强调记忆 在记住了一定的背诵了一定数量的作品之后 再谈理解 那么 很多学者都是从负面的角度去评价这样一种教学模式 但是我们客观的来这个讨讨论这种教学模式的话 应该说有它相当的合理性 因为像四书也罢 五经也罢 这样一些两千多年以前的经典 它所包含的道理本身就比较抽象 所以一个五六岁的学童也让他明白其中的道理 那个是不太现实的一种思路 所以让他先记住 让他把这些作品印在脑子里面 在他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 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 反过头去再理解自己所记住的那些 这个篇章 那些字句的含义 那么应该说这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一种做法 其实我们每个人读过一部书 其中的很多道理都是伴随着我们成长的过程 不断的被体验 不断的被内化到我们对人生 对社会的理解当中去 所以这也就是经典能够常读常心的道理所在